尿色异常 健康亮红灯 所以哪怕出现一次无痛的血尿 都要小心 哪种尿色最危险 尿液里暗藏怎样的健康密码 健康之路尽请关注 做健康之路过健康生活 欢迎您收看 由无限级独家冠名播出的 健康之路节目 我是居华 一开始呢 给大家看一张照片 这里面有一个特别高科技的东西 是什么呢 请看 这是一个特别高大上的洗手间 你看啊 手指的那个地方 有一个一下子呢 就能够把你刚刚排泄出来的这个尿液啊 马上给你一个分析报告的结果 就从这个机器当中呢 会显示出来 并且能够打印出来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了 这个高科技的东西 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尤其呢 是日本人已经掀起了一个叫马桶革命 就可以通过排出的尿液 来观察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 究竟如何 您说了 这玩意也太高科技了 没必要吧 这日子用得着过得这么矫情吗 今天呢也给大家请到了一位专家 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一院的张谦教授 欢迎 你好 张教授欢迎你 这东西在生活当中没有 不用搞得这么高科技 不用这么每天要观察自己的尿怎么样吧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发明还是非常有创意的 至少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就是我们一定要关注自己的尿液 关注自己的尿液 也就是关注自己的健康 干嘛要这么讲 有这么直接的联系吗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大概是在半年以前 我在门诊来了一个病人 六十多岁的一个阿姨 她来的时候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呢说我排尿啊 大概有三四个礼拜 每一天都尿血 还有呢说我顺便我到埔外去看看 我脖子上长了一个包 当时呢我就给她做了一个检查 我说您呀 先做个B超做个CT吧 因为六十多岁的阿姨 或者是叔叔阿姨这一辈的 应该说是泌尿系肿瘤的一个高发人群 所以呢给她做完检查以后 等我看到这个检查报告的时候 我也吓一跳 什么问题呢 就是在她肾瑜上 长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瘤子 很大的瘤子 是的 而且呢后来发现她的肺还有脖子上 这个骨包也是肿瘤的一个淋巴结转移 所以当时我就问她 我说阿姨您这个不像是两三个礼拜 才会发生的事情 我说您以前有没有出现过尿液的异常 她说呢实际上呢在过去的三四年啊 她每半年就会有一次到两次的尿血 但是呢她觉得可能是不是 泌尿系感染了 吃点香蕴药就过去了 没太在意 等到像现在她每一天 过去的每一天都是在尿血 实在是熬不住了才到医院来看病 但是到这个阶段的话呢 作为我们医生 晚了 对 能够做的就很少 所以非常遗憾 所以在这里呢也是想强调 一定要关注自己的尿液 也是关注自己的健康 其实这个尿液也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情语表 好 从今天起啊 我们应该跟这个张教授好好地来学一学 怎么样看自己的尿液 来了解我们自己身体的情况 请请您落座啊张教授 我觉得要是真的咱们花花完了之后 然后回头再看一眼 咱们首先看什么 怎么样观察自己的尿液啊 首先肯定是要观察颜色 看颜色 我们大概齐地就能知道自己的尿液是不是有问题 而且您面前今天是给我们带来了三种尿液的标本 好像有点脏 但是呢实际上一呢是我们特意为这个节目调配的 这不是真实的尿液 第二呢实际上在我们泌尿外科大夫的眼里 尿液是很干净的 尿液是无菌的 因为它能够提示我们身体是不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能够及时发现这个问题 但是我观察到这个颜色可差得挺多的 三种不同的颜色 对 有第一个那个是没有颜色 像白开水一样 第二个是 淡黄色 第三个更深一点 深一点像茶色 三种颜色 那大家得对照一下 平常您在生活当中 多数来说花花出来的那个东西是什么颜色的 或者说哪一种颜色更接近于健康的状态呢 我们来看看第一个问题 对照一下那杯子啊 那正常情况下尿液应该是什么颜色的呢 是第一杯无色的还是第二杯淡黄色的还是第三杯茶色的呢 观察一下您的尿液情况如何 我觉得这个选项当中最安全最健康的应该是无色的 证明我没有吃坏肚子啊 或者说我没有什么问题 颜色越浅越好 对 肯定的 对 男性朋友是不一样的 因为生理结构不同嘛 我懂 懂的 大家都懂的 我觉得他这个A选项肯定是错的 因为我这长了好几十年了 我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无色的这种液体 你确定吗 对 你不健康 你确定吗 应该有点颜色 应该是B选项 就一般说颜色深了 家长会说 这两天有点上火 要多喝点水 吃水果什么的 淡黄色 第二杯子尿 对 那我们来看看 大家对于这个正常尿液 到底认识多少 来看一下选择 正常的大多数观众 觉得应该是第二种 淡黄色的 那这样我问一下 哪位选择的是无色的 请举手示意我一下 因为有色的 你的淡黄色和茶色 它都是上火 有些火 你要练着喝这几杯水之后 再是化验出来之后呢 它这是无色的 它就没火了 没有干火 没有新火的 就那无色的 就是像那个发白那种颜色的 这种尿液应该是那个正常健康的 要是说像那个黄色或者茶色的 那都是肾有点病 所以你得跟盲医好好说一说 它就从来都没有过 它这三十多年都白过了 不是 你越说我越觉得 难道我是错的 那哪种颜色是正常的呢 这里是有无限基督家 冠军多数的健康制度节目 那哪种颜色是正常的呢 嘴召一下 是什么颜色 是淡黄色的 那张教授再把正常颜色 那一杯往前推一下 对 是这种颜色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 肾脏呢是一个排污工厂 就我们每天进食 然后通过肝脏消化以后呢 把这些代谢产物 通过肾脏就排泄到体外了 那么当您是正常的喝水量的时候 这些代谢产物呢 在一定量的尿液里边 会呈现出这种淡黄色 所以说这个一般来讲 对 所以说王毅还是很健康的 不会是上火吗 上火的话呢 实际上上火是咱们老百姓的 一个俗称 那么在西医讲呢 上火可能就是感冒了 或者是上呼吸道感染了 或者是有什么炎症了 在这个时候呢 基础的体温可能会升高 也就是说 你每天出汗会多一些 那么你同样喝那么多的水的时候 可能尿液就浓缩了 那么这个色素自然而然的 在尿液里边就呈现出 更加深的颜色 但是大家都知道 上火或者是感冒 它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 所谓自限性就是 慢慢就好了 自己就好了 所以说你短时间之内 七八天出现 哪怕是这种茶色的尿 问题也不是太大 但是呢 有几类这种茶色尿 就要注意了 什么样的情况呢 比如说你每天 你没有上火的时候 你老是这种颜色的话 很可能比如说你的肝脏 或者胆道有问题 它会呈现这种颜色的尿液 或者说肾脏或者心脏 出一些问题的时候 也会出现这种茶色的尿 不好意思啊 我透露一个我的小情况 我每天早上起来 都是这个颜色 还好 因为是什么呢 咱们这个人体啊 通过了上千万年的 这个进化呀 它慢慢慢慢地 就是进化得比较合理以后呢 就是让你晚上就不起夜 或者起一次 也就是在夜间的时候 肾脏它是工作的时候呢 把这个浓缩的功能 发挥到极致了 所以呢 就晚上不像白天 我们经常需要上厕所 所以呢 自然而然 你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可能这个 因为它尿液比较浓缩嘛 颜色会比较深一些 只要你白天 颜色是偏浅的淡黄色的 问题就应该不会太大 对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基本上很健康 所以呢 我基本上没有出现过 那个茶色 但有一次出现过 把我吓了一大跳 因为当时橙子打折 然后买了很多 就家里榨橙汁 大概十几二十个 喝了七八杯 我觉得补VC嘛 然后第二天 就是那个颜色 会有 会有 实际上 咱们日常当中 日常生活当中 吃一些水果 或者用一些药物 都会引起 尿液颜色的变化 水果或者蔬菜 像子彤刚才讲的 吃大量的水果 还有蔬菜的话 吃大量的胡萝卜 对 它有一种胡萝卜素 所以呢 它代谢以后 进入到尿液颜色 会有一过性的 这种颜色发黄 还有一种是药物 你怎么像刘谦一样 咔一样 变出来 你是张谦还是刘谦 这个药物啊 像这个 实际上像这个 橙子也好 橘子也好 富含VC 对 那么我给你讲一个 我在做膀胱镜的时候 碰到的一个情况 我们有的时候 做膀胱镜啊 把这个镜子 放到膀胱里边的 就问这个 你的尿液 怎么那么黄啊 是不是最近吃了 VC银翘片了 是不是最近上火了 感冒就会吃VC银翘 基本上说 一问一个准 基本上说是这样 所以呢 像VC银翘片 还有一些 像含有大黄的一些中药 或者是一些抗结核的药物 吃完了以后呢 尿液颜色就是发黄了 实际上这个对人体呢 倒没有太大的伤害 也不用过于的紧张 我们喝水 喝得多的情况下 那个尿就会是 接近于透明的颜色呀 是的 就是没有颜色的呀 这到底正常还不正常啊 比如说 像今天在家待着休息 你喝水喝得很多的话 就类似像这种白开水一样的 这是完全正常的 这也是正常的 也是正常的 但是呢 像我们在临床当中啊 也会碰到 有一类病人 就是肾功能不全的 它的尿液颜色呢 基本上 就是跟这个白开水一样的 如果说你喝水不多 还是排这种颜色的尿的话 就要小心自己肾脏的功能有没有问题 但是接下来呢 再给大家展示一些不同的色彩 你可以充分地发挥想象力 我们的尿液还有可能会呈现什么样的颜色 我先把这些颜色给大家拿上来看一下啊 健康之路的化学课 今天开课了 面前摆了很多的试管 这试管里面装的不是化学的药液 而是尿液 不会啊 不会是吗 来 我们发挥想象力 你可以想一下 如果真的要是尿出现问题的话 它会呈现什么样的颜色 大家也可以帮着两位来挑一下啊 我觉得我挑一个最美的吧 Blu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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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是啊 反达星球吗 对啊 因为不知道之后大会想象力吗 我们可以变得高一点 连阿芬达尿出来的都是蓝色的吗 我觉得这可以有是吧 张老师就它了 这待会儿再给大家揭秘啊 来 王毅你挑一个 那这个肯定是问题最严重的 愿意的 这应该真的是 像酱油一样的颜色 这个王毅的口味比较重 要我来挑的话 我觉得好像这两个多少都有一点问题吧 因为您刚才提到不是说有尿血的吗 反而我觉得肯定是这种红色的多少 是有一些问题 大家同意吗 那有可能是蓝色吗 有吧 那有 可以有 这可以有 那有可能是绿色吗 没有 没有 这是怪物史莱克尿兽的尿 白的呢 白的呢 那这样吧 咱们现在挑的吧 都是我们意想中的有问题的尿 那还是让最了解尿 最懂得尿的张教授 给我们揭秘一下 这个紫童的 一看就是非常有浪漫主义色彩 它是阿凡达星球 它暴露身份 这样的 无论完全就回去了 对 它的耳朵都是那样的 但是小小的遗憾 这个蓝色尿还是没有的 就没有 你把唯一一种 没有这种可能性的 给挑出来 你看我小小的蓝色 阿凡达星球来的 他们那个星球都尿出来 就没认为我的星球了 那你回你们星球去 好吧 然后咱们说说重口味的 好不好 说这个 对 绿色是有的 不可能 会有 不可能 不可能蓝色都没有 当然这个比较少见 这个往往是在一些 重症监护的病房里边 感染了一种 比较特殊的细菌 然后尿液里边 会有这种 绿色的 我还以为你跟我开玩笑 我说拿一个绿色来考验 我们 这个可以有 真的有 这个可以有 好吧 再讲讲 这个白色呢 有点像 奶 桃米水 是吧 有点像奶 比奶的颜色要更加 要薄一些 要浅很多 这个颜色也会有 揭秘一下 这种颜色的话呢 有好几种情况 会有白色的尿液 一种呢 就是比较严重的感染 什么感染 什么尿液感染 像年轻的女性 比较常见的 这种往往有的时候 会有发烧 还有一种情况呢 像结核 肾结核的时候 肾结核 对 里边是这种 白色的 像浓一样的 有的时候 比这个还要深 泛黄 就是尿里边 全都是浓 这是一种感染的时候的 还有一种情况的 你这跟我们说的 都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还有一种不那么可怕的 就是像王毅这样的 小伙子 什么情况 这个可以有 为什么呢 我们在门诊 经常会碰到 这个特别年轻的小伙子 很胆怯地 把门就推进来了 都不敢抬头看我 都有这种特点 然后呢 说医生啊 我排完尿以后 最后有一段 这个颜色 白的 我是不是得了什么病了 见不得人的病了 我就跟他讲 没事啊 你这个呢 就是正常的前列腺液 有的时候最后排出来 也会带一段白色的 那就是前列腺炎 对吗 那不是 就是正常人 也会有这种情况 正常怎么会把 前列腺液 尿出来的 这个可以有 所以说 这个也可以有 你当名证 什么都可以有 所以说 有一些 小伙子 他很紧张啊 他去一些医院看 如果说 到一些 不是那么正规的医院 去看 就忽悠他 有可能就 用一些 不是很恰当的治疗以后 反而给他造成 很大的这种心理负败 我们看 面前不同颜色的呢 都是有问题的尿液 我们看这一管 如果你要是 尿出这样颜色的尿 说明我们身体 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们来看看 下一个问题 帮您提示一下 我们想一下尿液 呈现酱色了 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是 吃了太辛辣的东西 还是运动过量了 还是喝了太多的酒了呢 看看您是否能够选顿 我觉得过时辛辣 还有过度饮酒 感觉好像都有可能导致酱色 既然我是来自于阿凡达星球的 所以我选择一个最不可能的 是什么 运动过量 运动是健康的 怎么会出现这种颜色 那绝对不可能 你能不能选一个贴比尔的 你果然是外星球的 来自星星的你 我是未来的 对不对 地球人呢 怎么回答 要理性分析一下 首先A选项 过时辛辣 肯定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湖南人 从小吃到大的 从来没有听到过身边的人 出这种状况的 我觉得运动过量肯定不是 那有可能是过度饮酒 就是短时间内喝大量的酒 什么干啊 对不对 然后就导致肾啊 对不对 然后就开始有酱油了 那我们看看大家是否清楚 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酱色呢 来看一下选择 大多数的观众觉得是 吃了太辛辣的东西 或者是喝了太多的酒了 那这会不会导致我们的尿液 呈现这么深的颜色呢 看看尿液专家怎么告诉您啊 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什么呢 是 专家也来自阿凡 你也是外星球的吗 请问 不可能啊 我给你讲一个真事 不是什么情况叫运动过量 您能告诉我们啊 比如说我跑了马拉松了 回来我就尿成这样了 不可能啊 现场都已经炸锅了 我觉得 请问 你真的是密尿外科的专家 给大家讲一个真事 这个呢 的确运动过量 会有这种颜色的尿 这个病啊 叫恒温肌溶解 恒温肌就是肌肉的一种类型 就是这个这种肌肉叫恒温肌 恒温肌 恒温肌溶解 我跟你讲一个发生在我身边的 我的一个同事的真事 大概是在去年还是前年 我的同事比我高两级 他也是一个医生 就到美国呀 去进修学习半年 大家都知道啊 美国是好山好水好寂寞 风景很优美 但是到那儿啊 觉得还是应该做点事 所以呢 减肥 健身 那天一大早啊 穿戴得非常整齐 就出去跑步了 因为美国空气也很好 公园里绿树成荫啊 所以不知不觉呢 就跑了十公里 因为他平常在国内 像我们医生实际上是比较忙的 没有这种机会去做体育锻炼 所以当时他跑完以后呢 也没喝水 就出一身汗 然后觉得 今天状态特别好 我要再接再厉 然后呢 又到健身房啊 就练了练气血 紧接着中午到下午 就出这种颜色的尿 那这很危险吗 实际上还是非常危险的 就是说他的原因 可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就会出现的 但是实际上 他造成的后果 还是非常严重的 因为好在他自己是医生嘛 所以 而且他是肾内科大夫 所以他 他知道有这么一种病 所以呢 当时就马上就喝水 大量的喝水 那即便是这样 他到第二天 第三天啊 就没有尿 没有尿 我赶紧上医院 然后大量的补业 后来到现在为止 过去了两年了吧 实际上他肾脏 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功能的损伤和影响的 不就是多跑了几步 多做了几个健身动作吗 至于这么严重吗 你要说到没尿的话 我们知道就是很多肾衰竭的病人 到晚期的时候不就没尿吗 就是急性肾衰了 急性肾衰 就是急性肾衰 会这么严重吗 非常严重 所以还有一个例子 还有一个例子 是一个老大爷 这个从外地来北京看病 因为他肾脏呢 可能原来就有一定的基础病 肾脏有点肾功能不全 然后呢 当时呢 医院呢 就准备给他收住院了 当时没有床位 就第二天给他收进来 那老大爷呢 就没逛过北京城啊 然后呢 就觉得 哎呀 总算我能住上北大医院了 而且北大医院 我是泌尿外科专业 这老大爷看的是看肾内科 都是很难住进去的 这新的一下子就放下了 然后呢 就逛公园啊 从这个颐和园 又逛到圆明园 反正逛一圈 运动超亮了 然后当天 就出现这个颜色的尿 那天晚上就到急诊 就没尿啊 那也是急性肾衰 其实就急性肾衰了 所以实际上呢 这个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肌肉怎么会影响到尿液 就这个过程实在是联想不到一起去 大家看肾脏啊 像两颗巨大的大残痘一样 那么肾脏里边呢 有很多的血管 它是由动脉和静脉 形成了一种交换膜 尿液就通过这层肾脏的滤过膜呀 就形成了 那么肾脏它本身呢 就跟一个网筛一样的 一些代谢的产物 通过这个网筛它出来了 那么一些有用的这些物质呢 通过这个网兜过滤呢 它又重新进入了血液循环 那么当出现这个恒温肌溶解的时候啊 那么这个肌红蛋白呢 就直接就进入到尿液 形成了这种像酱油一样 很深的颜色来叫酱油色尿 你看有一个不听话的东西 跑出来了 这个就是肌红蛋白 它进入到尿液了 那么可怕的是这个肌红蛋白啊 它沉积在这个滤网上 那么把这个滤网 如果说把这个网都 全都毒死的话 它连尿液都形成不了 就导致了就所谓的 就没有尿液 就是急性肾衰 所以实际上这个原理比较复杂 但是呢给老百姓一个提示 就是我们一定要运动适量 而且呢要多喝水 七个字 运动适量多喝水 就完全可以避免这种核温肌溶解 刚才您提到 就是有一些疾病的时候会尿血 大家有没有观察过 自己的尿液当中 有的时候 会出现不同的这种 就是颜色不一的这种红色的变化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就不知道的 不知道什么情况 然后就会出现这种颜色 然后去医院查了以后 就是 是泌尿系感染 泌尿感染了 实际上呢 这两种颜色 都是要警惕的 都是要警惕 但这里边有一个前提 如果说出现这两种颜色的血尿 同时在排尿的时候 您不觉得疼 就是所谓叫无痛血尿 那就要警惕了 咱先说说 如果要是排完这样的颜色的尿 疼的话有可能是什么问题 疼的话一般来讲 我们就会跟病人讲 没大事 泌尿系感染 像刚才五号的阿姨 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 就是您排出来红颜色的尿 同时有尿瓶 尿疾 尿疼 这个往往呢 就是泌尿系感染 为什么呢 因为在泌尿系感染炎症的时候 这个尿路上皮呢 它是呈现一种充血扩张 等你把膀胱憋满的时候 这个毛细血管可能会破裂 形成出血 该有炎症的时候呢 它同时往往是伴有尿疼的 所以这个问题倒不是太大 疼反而不严重 对 那怎么不疼更严重呢 要不疼的话呢 我们就要警惕了 就所谓叫无痛血尿 那么就有可能是跟泌尿系的肿瘤 有一定的关系 尿这两种颜色不疼 都会有可能是长种 当然了 我刚才讲过 可能深颜色的 我们会更加严重 为什么说鲜红色和深红色 就是一个出血量多少的差别 如果说鲜红色的尿呢 往往提示可能 尿血的量不是太大 像这种深红色 你摇晃一下 底下有血框 说明什么呢 对 大家看到了吗 你在短时间之内 出了很多的血 同时呢 它又没有时间排出来 就已经形成血块了 说明了这个出血量 稍微偏大一些 那么说到泌尿系肿瘤呢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道具 那么像泌尿系肿瘤的话 包括上皮 就是剩余 输尿管 膀胱 出现了肿瘤 都会产生这种尿血 叫尿乳上皮癌 它早期就可以出现 深深浅浅的 这种尿血 如果说出现深色的 说明它出血量比较大 形成了血块了 那么这种尿血呢 很可能是半年尿一次 然后就好了 然后再过半年 又偶然一次尿血 不会一直持续尿血 不一定持续尿血 所以哪怕出现一次 无痛的血尿 都要小些 那又不疼 然后又偶尔尿 那么一次血尿 那怎么能够早期发现呢 其实呢 对于肾癌来讲 是每年做一次B超 B超啊 它可以精细地看到 哪怕是一公分 或者零点五公分的肿瘤 都可以发现 我们一旦发现了 如果说很早的话 完全可以把肾脏保留下来 我们现在 应该说是在大城市啊 70%以上 都是因为体检发现 那么通过体检发现 早期发现的话 我们可以用这种 微创的手术 把肿瘤切除 很精准地 把肿瘤切除 把肾脏 给它保留下来 那您刚才提到 现在更新的技术是 微创 把这个肾脏里面 长得不该长的小 瘤子给它拿出来 就能够解决病患的痛苦了 大家欢迎张教授 给我们来演示一下啊 然后何嘉博士 帮我们来配合一下 谢谢何博士 好的 小季 来我们欢迎张教授 张老师你好 何博士好 您好 您到这边来啊 那今天呢 张老师也是把我们这个 做这个微创手术 它的一个练习的仪器 带到了我们现场 模拟器 模拟器 那这个我们知道 它是一个显示器 对 这个是用来模拟手术过程的 是的 那么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那么这个呢 就好比是病人的身体 腹腔 腹腔 就是它的腹腔 那么这个上面看到 有些洞洞 这些是做什么用的呢 像以前的话 要开个大口子 现在呢 就只需要在腹腔 或者是侧方 就是腰上 打几个小仰 叫探囊取物 那这样 您给咱们演示一下 怎么来做好不好 好的 大家看 这里呢 有两个小芒果 肿瘤的体积 大家看这个红色 苗红的 我们认为是肿瘤的话 肿瘤体积很大的话呢 这个肿瘤就不能要了 对 也就是说 我们不要等它 肿瘤已经长到 我们不能保留的时候 再来看病 一定要早期的 就像 这张 我给你拿着 好的 教一下 像这个芒果上 有一个小红点 对 一两公分 一般来讲呢 肿瘤要比这个要大 一般呢 四公分以内 只要是它肿瘤 往外长的话 一般来讲 我们都可以做 肿瘤的保留手术 那可不可以这样讲 就是这个肿瘤的体积越小 越适合做这个微创的手术 你说的太对了 在做这个手术的过程当中呢 一定要这个计时 我们有一个计时板 为什么要计时呢 因为肿瘤它是 热缺血时间 是不能超过30分钟的 如果缺血的时间太久 那这个肿瘤功能就受损伤了 所以这个手术呢 是一个跟时间赛跑的 一个手术 好 阻断血管以后 我们就要把这个肿瘤 很完整地给它切下来 剪下来 好 那么现在这个红色的区域 就代表是 代表的位置 代表的是肿瘤 好 咱们就完成这个切除了 那切除之后呢 切除之后呢 还没完呀 还没完 这是一个闯面是不是 对 咱们要给它缝合起来 大家看这是 我们在手术当中用的缝线 我们要远远地给它缝上 缝完呢 还得打结 我觉得想起来都特别地困难 给它打上结 对 打上结以后呢 我们继继续要来完成这个缝合 连续缝合 我们要连续地给它缝过来 把这个闯面给它缝上 对了 好 好的 咱们这个手术也是呢 缝合起来 给它缝合起来 那么还有一种呢 我们特别常用的训练 医生的这个技术的一种方法呢 就是剥葡萄 剥葡萄 对 我觉得这个切芒果皮 让我想象起来 已经非常的困难了 我来试一试好不好 来试一试 我来试一试 哇 我觉得要找到这个葡萄 都觉得挺难的 对呀 先找到它 很好 给它转一转方向 哎呀 在哪儿 找不着 找到那个家 对 在这儿 哎 好 你们能给我鼓鼓掌吗 哎 好 然后就 哇 这个过程虽然是我刚刚撕下来一片 但是我现在已经 感觉有一点满头大汗的感觉了 这个手 真的是和平常撕是不一样的 用这个器械的话 对对 我就就着你的手吧 好 我再给大家试一试 来 赵老师给大家示范一下 你看我们给它订好胃以后啊 哎 这样 一点点往下 是吧 您的这个动作就系统的多了 哇 这个 佩服佩服 佩服 佩服 哇 这个是真是不服不行啊 哇 但是这个葡萄谁买的 那么深 这个葡萄太深了 不错不错 赵老师 我觉得特别有一个问题 我想问问你啊 就是一般来说 如果有一个医生啊 那么他要在给病人做手术之前 他这样的一个手 这样的一个操作训练的过程 大概要做多长时间 实际上一个医生的训练啊 他要差不多得要十年 哦 要十年 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成熟的大夫 哦 就是从一个小的住院医 再慢慢成长为住院总医师 再到主治医师 这个就是五年 从主治医师 再到副主任医师 成为有独立的手术资格的医生 又得五年 所以至少是要十年的时间 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训练 咱们能够把手术做到这么精细的程度 好 谢谢张老师 谢谢 好了 小鸡 大家说厉不厉害 太厉害了 我强烈申请再握一下手 我看你这是地球人的手吗 真的耶 我这么仔细地观察这个张教授的手 真的太神奇了 那您刚才也提到 真的要是有那个尿血的情况 最常见 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说 就是尿路感染 对 除此之外 您说要是男士也尿血 而且还特别疼的话 很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肾结石 肾结石 就是肾里面长了一些小石头 实际上就是在肾脏的肾鱼里边 长的结石 大家看这个我前面 前面有几个结石的标本 你看这个都是从病人身体里面取出来的 这里是有无限基督家冠军播出的 健康记录节目 你看这个都是从病人身体里面取出来的 这个小的 当然后面这个大的是 这个形状 特别大的肾结石 那么大 这个就是 这从哪取出来的您说 这就是肾脏里边的结石 就在这儿取出来的 对 会有这么大 可以很大 那不得把肾都给撑大了 它把整个肾鱼全都填满了 天啊 可怕了 对那我看到过好像有这个肾结石的人 他们真的是叫撕心裂肺的就地打滚的疼 你像前两天我看见一个大小伙 躺在这个急诊的那个急诊床上 我一看一猜肯定是结石 为什么呢 这个病人啊 两百多斤 人高马大的 一米九几 然后呢 就是整个人啊 就全缩在那个检查床上 就全在那儿 然后满头大汗 脸色煞白 然后站着也不是 坐着也不是 结石的人疼起来 就是不疼不知道 一疼 吓一跳 很要命的 这种拧着的 就是像拧这个拧麻花一样的 脚痛 是在后腰这个地方吗 对就是后腰啊 后腰 就是侧房 侧房 有的时候往下腹部窜 就是它直不起腰了 它就全在那儿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及时观察尿的颜色 是的 你提到只要是长了结石 或者是尿路感染 尿就会变成红色的 是吗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过程 大家看结石呢 是因为喝水少啊 或者是出汗多啊 或者一些其他的原因呢 在肾鱼里边就形成了 形成以后啊 随着体位的变化 比如说有的时候 你溜的走路走多了 肾鱼的石头呢 就掉到树尿管里 它就卡在了树尿管里边了 在这个上下游动的过程当中 这个结石 大家看那结石 它有棱有角的 是不是啊 对 它就摩擦尿路的黏膜 导致了一个尿血 这就是为什么结石 导致尿血的一个原因 我们的黏膜就特别的薄 特别的嫩 那小石头一划 就把我们的肉给划破了 所以无论是疼也好 不疼也好 只要是观察自己尿液里的颜色 变红了 肯定是我们的这个排尿系统 出现了相关的问题 一定要及时地到医院那里 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了 好 非常感谢张教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